没有履行天职养育子女的父母 在子女离世之后 应不应该有权获得子女在世时所留下的家产呢? 这是今天想和大家谈到的题目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是不是真的呢? 父母爱护子女将他们养育成人是天职 但也有不少个案 父母是离弃子女 有得他们自生自灭 这样的父母 我相信任何人都会觉得是不要得的 今天带出这个问题 因为看到韩国踏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 国会通过了一条法案 剥夺未尽抚养乙母父母的继承权 这个对于以儒家思想为根本的亚洲社会来说 无疑是一个突破性的发展 事情的背景是这样的 韩国Kpop著名艺人 巨何拉 在2019年选择了断生命 享年28岁 他离世的消息震惊了整个韩国的演艺圈 在他哥哥 巨号人 好朋友 和粉丝 还在伤痛的时候 巨何拉的亲生妈妈 竟然是为了争夺遗产 和儿子闹到上法庭 被外界看见真是为之炸舌 因为根据韩国法律规定 父母是享有子女一半财产的继承权 而成为了鼎鼎有名的巨星的巨何拉 当然是拥有不少财产 这就令到巨何拉的亲生妈妈 在巨何拉离世之后 有理有具地去争取遗产 不过巨何拉和巨号人在小时候 这位亲生妈妈 就选择离家出走 丢下他们不离 他们两个人的成长过程之中 这位妈妈是完全没有尽到为人妈妈的责任 一走走了二十年从来没有怒过面 哥哥巨号人曾经这样表示过 巨何拉的崩溃就是源自于她的成长环境 幸好的是巨何拉和巨号人相依为名健康长大 出了社会之后亦互相扶持 兄妹两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 为此巨号人在2020年 主动向国会请愿提出禁止遗弃子女的父母 继承子女的财产 还将她提倡的法案称为巨何拉法 但是在当时二十届 国会最后的会议裁定是不通过的 认为内容需要有更深入的研究 巨何拉世世后 在经历近四年的时间 韩国国会终于在今年2024年8月28日 以284票赞成零票反对两票欺权 通过被称为巨何拉法的文法修正案 巨何拉法的效力是回数至2023年4月25日起的案件 综合韩国媒体的报道 巨何拉法内容主要是限制 未尽抚养乙母对被继承人实施虐待 又或者犯下重大罪行的法定继承人的继承权 简单来说 即是无良父母如果是违反赡养乙母的 同犯下所严重罪行的 就会丧失子女遗产的继承权 通过的修正案强调 往生者父母、祖父母等即是血亲继承人 存在严不在违反抚养乙母或犯有严重罪行的情况下 都有可能被剥夺继承权 如果要继承权生效的 就一定要有公正的违诅或共同继承者提出 《居河拉法》将在2026年1月正式实施 会释用在2023年4月25日以后发生的继承案件 居河拉的人生几乎从一开始 就是处于动荡不安之中 他和哥哥还在小学的时候 他自己本人是九岁的时候 妈妈就走了 将他们交给爸爸来辉养 他们就生活在西南部城市光州 没多久 居河拉就发现爸爸吞了二十几粒安眠药 之后昏迷口吐白末 两兄妹于是就搬到阿姨家 和他和儿长和他们年幼的子女一起生活 居河人说 他们总是觉得自己是人家的一种拖累 他说爸爸自杀未遂之后 就开始去各地建筑工地做事 找生活 一年只回来三四次去看一对子女 后来居河人搬到另一个叔叔的家 居河拉就留在阿姨家 进入当地一间舞蹈学校 里面的学生 每个都是梦想 能够成为K-pop的明星 在一部电视纪录片当中 据河拉回忆 当时经常训练到夜晚黑成十一点多 他说就算是病了流着鼻血 都要去上堂 一旦不练习 就会很紧张 据好人说 在他们兄妹十几岁的时候 爸爸突然之间又出现了 叫他们收拾行李 搬到首尔和他住 在那里见到他们新的继母 他们已经很多年 没有出现的妈妈的消息 完全没有了 在经过编辑的法庭文件当中 他们母亲的名字 也只是写为宋女士 居河拉 开始定期在首尔参加示镜 不够两年就被一家娱乐经纪人公司 签了合约 开始正式训练三个月之后 就成为了女团Color的五名成员之一 是在那里出道的 当时他只有17岁 即使以韩国这个造星机器的标准来说 都是属于一个非常小的年纪 Color后来就成为了 顶级女子团体的重要领军成员 作为综艺节目的常客 居河拉 常常都会和其他KPOP明星 比蝎拳击、咬手腕 或者韩国民间摔膠 一些粉丝还叫他巨巴比 2014年他出演了自己的真人称的节目 叫做Hara On and Off The Gossip 这个节目 给人有一种可以窥探他私生活的感觉 真人称的其中一集 亦有可能揭示了不单止是一丝的实际情况 他在家招待了一班化妆师、发言师和制作助理 一起做了一餐饭吃 他说这些都是他最亲密的朋友 因为工作和名气的关系 他可以信任的人很少 居河拉说 即使我们跟他们说 又有哪个人能够理解我们呢? 对于社群媒体、居河拉 都是似乎在用同一种理论去看待 即是任何关注都是好事 最重要的是有多少人评论 以及他的浏览量有多大 他在另外一个真人称的节目中说 他们在评论中说了些什么都是不重要的 说话虽然是这样说 无理极端的批评 又怎会对当事人一些影响都没有呢? 他人越出名 跟着而来的 就是社群媒体上抗凶极恶的攻击 韩国的民众对明星的责骂 不会比追捧的人少 批评他的人 有时真的很残酷 有一次他自己做完双眼皮手术之后 上传了一张照片 结果被评论嘲笑他 2018年在一档综艺节目中 他认识了崔宗范 一位在社群媒体上 有很多粉丝的发言师 他们开始约会 崔宗范还后来搬到巨荷拉的家里一起住 不过三个月之后就分手了 当崔宗范想回巨荷拉的家里收拾行李的时候 就趁着他深夜熟睡 输入大门的文码 这个文码是对应他们第一次约会的日期数字 就入了巨荷拉的家里 当他睡醒后 两个人就开始争吵了 身上留下了很多爪伤的痕迹 崔宗范在社群媒体上 发布了自己的伤痕照片 还被一间名人新闻媒体发了一条讯息 暗示他手上有关巨荷拉的黑材料 根据代表巨荷拉对崔宗范提出刑事诉讼的律师话 崔宗范还给了巨荷拉一段 用他的手机 录制的性外影片 威胁要公之于世 这个律师最初都认为巨荷拉 是会受到舆论的反弹 但是他没有听律师的建议 坚持要将这场争吵 和他所说的勒索企图 告诉警方 他是一个很勇敢的女孩 这是一个很勇敢的举动 媒体知道有这段影片之后 事件就引发了一场全面的狂热 崔宗范告诉一间新闻媒体 听说是巨荷拉自己录制这段影片 还对另一间媒体说他的性格火爆 在志控崔宗范烤杂勒索案的刑事案当中 巨荷拉都有被安排出庭作证 在出庭之前 他在2019年5月instagram上面写 发了一张帖 他这样写 我已经厌倦了假装自己很快乐 一切都很好 对于他和这位前男友互偶的新闻 网友批评他性格可怕 即使在普通自拍的贴文下面 都有人评价他 他生得不是那么漂亮 又饥饿他 他以前的样子还好些 和这位前男友打出一场丑陋的官司之后 他受到的骚扰更加严重 巨荷拉在2019年被恐怖情人崔宗范暴力对待 南方还打到他子宫内出血 饱受舆论之苦 不管好还是坏 巨荷拉的一生人 都是生活在流言蜚语当中 崔宗范最终被判犯有襲击和恐吓罪 法官是判了他一年的监禁 在2019年的11月巨荷拉准备去日本巡演 他在卡拉期间那里 累积了一班的粉丝 他似乎又再振作起来 还邀请随行的人员一起吃晚餐 几日之后不幸就降临了 首先降临了在他一位好朋友的身上 雪梨 雪梨是一位直言不畏的KPOP明星 他曾经没有带这个宇宙的空围 出街在公众场合 和谈论自己的社交焦虑症 而在社会媒体上面 就遭到了猛烈的抨击 后来他就被发现在家里还离世 巨荷拉和雪梨 因为他们都面对过狂烈的 有时甚至是无情的粉丝的攻击 而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在日本巨荷拉直播的时候 淚流满面 香雪梨道别 诗人说要更努力地工作 更努力地生活 这个秦演结束之后 他回到首尔的家 他的家是一栋位于清潭栋高档社区的两层 尊雅别墅 周围环绕着豪华精品店和餐厅 他因为很怕一个人住 没有多久之前 邀请了一位以前的同学 搬来和他一起住 巨荷人知道他妹妹情绪很低落 认为他回到来之后 他的情绪似乎好像稳定了一些 他说他看起来是比他想象中好 他还鼓励哥哥和嫂子一定要有孩子 甚至是帮他们支付产科医生的费用 巨荷人好像在期盼一个新的人生阶段 巨荷人去世的周末 巨荷人都有提出去探她 但是妹妹说她要参加一个聚会 11月24日的周日 一名女傭发现她的尸体 警方发现了一张哀叹个人处境的首写字条 宣布她是自杀身亡 其实近几年如果有留意韩国的娱乐新闻 好像这样自杀的年轻韩国艺人还有很多 巨荷人去世几个星期之前 刚刚提过 她的好朋友都是KPOP明星的雪梨自杀身亡 年仅25岁 而去年也有两位艺人被发现死亡 两件事相距只有几天的时间 他们分别是前景一片光明的身受 郑彩律年仅26岁 和KPOP男团Astro成员文斌 年仅25岁 这些死亡 暴露了韩国娱乐业阴暗的一面 在这个庞大文化产业当中 经常都令到艺人不堪重负 他们需要满足流行团体和流行媒体 连续剧生产线永无穷尽的需求 在教育经济和其他种种因素的冲击之下 韩国社会承受着那种重压 而娱乐产业是一个极端的体验 这个国家 是有着全世界富有国家中最高的自杀率 而女性的自杀问题 还是特别严重的 在KPOP世界里面 压力一早就已经出现了 很多年轻的新人 根本看不到家人 失去了成长当中 必不可小的社会化过程 通常会有人告诉他们 在公开场合能够做些什么 不能够做些什么 甚至具体可以吃些什么 能够跟哪些人约会 他们应该如何互相互读 作为BTS和New Genes 这些高级人气团体的 经纪公司 意识到这种沉重压力的存在 近日开始准他们的学员 出于精神健康的考虑 进行长时间的休息 在上个月公司还开设了 业务内第一个自己有的心理诊所 这些措施能不能够帮到巨鹤拉 真是无从得知 他在死前已至少自杀未碎过一次 总之今天的结局 实在令人感到无限远色 在完结之前 提提大家 不要忽视头皮健康的问题 不妨打个电话 和王创安先生查一查 我们除了准备送给大家 旅行庄贵圆美风型洗法路之外 还会提供免费头皮检测 和免费体验疗程服务一次 绝对不需要担心 用了这些免费服务 不是要你购买苗程的 我可以和大家 保证绝对不会有强迫消费的情况出现 检测一下头皮 确保头皮健康是一件好事 给个机会我们帮下来 领取纪念宾的热线 就是5566-8299 5566-8299 记住打这个电话 这个电话是你解决头发问题 最重要的第一步 你想加入法在室吗? 你的理疗师很多正评 我也想试试 头皮要请你 我是大师, 说话有说服力 一把嘴巴不够 理疗师是赢了专业的知识 和熟练的技能 说话可以推卖一些疗情 我们也不拯名签单 法在室是最重要的成效 那就绝对人先学习 用心, 你行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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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